广州日报报道18日动作电影《追龙》剧组《莉林广州》举行发布会 影片组成了甄子丹和刘德华出道30余年的首次合作 谈到为何等到这么晚才会合作 甄子丹笑言 华仔太忙了 刘德华就拿网金开玩笑说 他等到这么晚才筹够钱请我们两个 以往甄子丹饰演的都是正面人物 此次演反派 甄子丹最开始很犹豫 不知道如何跟孩子交代 但是作为演员 他又被这个角色的挑战性吸引 于遇了几个月决定接下这部戏 拍戏时因为入戏太深 每天都很沉重 很辛苦 回家也无法避开角色的那种杀气很不开心 这让他决定以后不再出演反派角色 出道35年 我已经尝试过很多角色 但每个都有选择的权利 虽然我是一个演员 但我希望自己的电影 能保持正能量 时刻26年后再演 美洛探长 刘德华也很紧张 这么多年了 还要引回自己年轻时的角色 但后来看到故事 看到甄子丹的造型 我觉得这个角色揭定了 王金泽对刘德华信心满满 我跟他合作那么多次 默契都在那里 甄子丹与刘德华第一次合作 两位大咖都很兴奋 甄子丹对华家印象最深的是帅气和专业 而在合作过程中 两人会互相交流 刘德华会亲自改剧本 还说 以前看功夫片 对甄丹印象很深 他的动作加了节奏 很不一样 如果以后身体允许 真的很想跟他打一次 问到对时下年轻演员有何建言 刘德华表示 做演员最重要的就是努力和坚持 只要找准路子 就不要害怕重复 不断重复 成功的路子就会越走越宽阔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